今天都是講到婚姻輔導 有些人就問過 我又未結婚 我怎可以做婚姻輔導 但未結婚的人 你都發覺的東西 就是你經常都會聽到 有些人說 哎呀 我很慘 我老公對我不好 我太太很淫沉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無論在小組 或者你接觸的人 都會時時有一些 負面的聲音 關於婚姻的問題 基督徒其實在婚姻裏 是可以很多時候幫助人 所以這個婚姻輔導 是會幫助大家 在小組 或者你接觸的人 或者甚至你的親戚 未信耶穌的人 其實這些 有些方法 在未信耶穌的人 都用得著的 所以這些都是會對你的幫助 另外對於你自己的婚姻 或者你將來的婚姻 或者有一天可能你有的婚姻 都會讓你認識清楚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會看到 認識婚姻 是會幫助我們每一個 就算你有一天 真的始終都不進入婚姻 認識這個男女的分別 和相處 其實這個男女相處 正正就是 婚姻裏面 時時會面對 或者不只是婚姻 是在人與人相處 是面對很多的 好了 我們這次繼續講到 在婚姻輔導中 要分辨婚姻的狀態 就是說 在這個婚姻輔導裡面 當有一對夫婦來找我們 或者拍拖的人來找我們 我們要分辨她的狀況 到底她是什麼狀況呢 就對症下藥了 因為如果她 已經是一個高度好的關係 那時候你就要提升 但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看看 怎樣做法 不會引致她忽然間離婚 可能她有很多問題 她忽然間起床 一個刮另一個巴掌 跟著我要離婚了 走出去都未定 就是當我們處理得不好的時候 所以我們是要分辨她的情況 左手邊最痛苦的是婚姻 就是有些是很痛苦的 真的 有些人就會說 真的 好像想死那樣的感覺 我曾經有一次 都見到一個電視節目 一個小片段 就說到有一個人 她就 不知她的女朋友 太太不見了 不知她去哪裡 她就在那邊玩 在那邊跟人說 喂 你找到我太太 為什麼我太太走去哪裡 我不知道呢 接著有一個男人就說 如果我太太走了 我真的願意 所有我犧牲 我所有的錢 我都願意付出 只要她失蹤 我就很開心 就是另一個 她很想她的太太會失蹤 的確這個世界上 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人是會有這個問題的 是最痛苦的 第二種就是疏遠 或者是吵架 即是說 有些就經常吵架 有些不吵架 都是很慘的 不出聲的 經常都不說話的 然後下一種就是和平相處 即是她又不是 她不是有什麼大問題 她是和平相處 但最好是怎樣呢 是相愛 真是彼此相愛 和大家彼此連結 那這一種的關係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最高度的關係 當然在靈裡面 在神裡面 是一個更好的婚姻 是最好 我講到幾種的婚姻 第一種是高度連結合一的婚姻 我們一起讀 好嗎 切實相愛 享受一起的時間 享受為對方做任何事 能夠溝通任何事 深深連結 兩人生命更大發揮 那這種婚姻 我想是有人都想有的 對不對 那主要我現在是在享受這種婚姻 多謝祈禱 阿歷督 就是兩個切實相愛 是一些很實際的事情 大事小事 都是時時去祝福對方的 但是很多人在婚姻裡面就說 她對我這麼不好 那我祝福她 我幫她不就好像很吃虧 或者覺得很不抵 很不強 但是其實 你越肯在她身上做 其實都是做在耶穌身上 做在你的丈夫、妻子身上 都是做在耶穌身上 而且她享受任何時間 譬如我跟我太太 如果剛剛的車走了 我們說不要緊 我們要享受一下拍拖的時間 即是無論在等人等車 去到哪裡都不要緊 去旅行 曾經有人問過一個問題 不是的 最短的旅程是甚麼 應該說 有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 最短的旅程是甚麼 最短的旅程呢 就是兩個人 是經常都不斷 即是很喜歡溝通的 是很喜歡聊天的 她就發覺 本來十幾個小時 為甚麼自然就能 這麼快 就能動按 這就是一個最短的旅程 任何時間都覺得 飛那麼快 我跟我太太真的覺得 飛那麼快 也是能夠享受 並且是互相建立的 接著就是享受 為對方做任何的事 就算小事 跟他拿拖鞋 跟他 譬如我們拆牙 當然是跟對方做牙膏 這些小事 要喝水馬上為對方拿 這些都是小事 但是這個表現出的那種愛 能夠溝通任何事 就算好的事 和失敗的事 都能夠溝通 說出來是不怕魚的 我很欣賞我太太 她有時她說 我今天又論盡了幾次了 她會告訴我她怎樣論盡 她說的時候 一直在笑 但是有很多人 就會覺得 說給人家論盡好像很醜 但是她又笑 我又笑 又覺得無所謂 我說她是小頭蝦 我是大頭蝦 有時有些論盡都是很大的 其實沒有所謂 人不會有做錯 不過我們最重要是 去改去處理 深深連結 就是兩個人 能夠什麼事都溝通 一起相連 其實人生 在世界上 我們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 如果我們在世上有 無論是夫妻 或者是好朋友 或者是弟兄姊妹 或者是小組組員 能夠互相連結 是在人生的路上更加有力量 和更加平安喜樂 更加發揮得大的 所以希望大家 不單止是婚姻 而是 無論我們結婚不結婚 都可以享受生命的 是能夠和人深深連結 下一種就是 和平但不深連結 這個圖畫 大家都聽過 在日本的夫妻是怎樣的呢 丈夫是走前 太太走後 兩個人 當然不是全部都是這樣的 有些是這樣的 就是 她是結婚 她可能有些 不吵架的 不過她不是一個深深的連結 但這種都算好了 第一就是兩個人能夠和平相處 沒有什麼大吵架的 能夠很平和溝通日常的事 日常的事 即她的深度未必有 不能夠做 但她不能夠做神道的溝通 不是深深的連結 這一種的關係 其實這種關係 在普通人來說 也都覺得已經很好 即她們兩個又沒有什麼吵架 兩個人都相安無事 又會去旅行 不過旅行可能一前一後 或者一起走 但是呢 港人找她們花花草草 吃啊 喝啊 即全部都是外面的東西 裡面的東西 是很少溝通到的 如果當中我們有人是這樣的 那你就幫她們提升了 好了 第三種就更差了 兩個世界 各人 每人各自發揮自己有自己的世界 你有你 我有我 雖然住在同一間屋 其實這種都是很有問題 第四 是不能夠溝通的 第一就是不想溝通 但是溝通而沒有回應 那就是我這種情況 我也見過很多 有些人說 唉 跟她聊天 好像跟石頭聊天一樣 沒有反應的 是 變成她沒有心去溝通 其實這個呢 也可以學引導的 如果我們有示範 都可以這樣的 如果一方有問題 我也想另一方 嘗試引導對方 譬如說 一方呢 她不能夠說出她的心事 那你嘗試引起她 帶領她 我剛才說說話 我的心事 你有什麼感覺 你覺得怎樣 就是讓她去 去引導對方 那這個都是其中一件事 可以在我們關係裡面去做的 因為事實上 女性呢 是溝通比較多一些的 通常來講 所以有句說話 三個女人 一個去 三個男人 傻居居 有時候是不一定的 有時候那些男人在一起 我們有時候都會出去 見到一個男人 她就說 全部是很離身的東西 一講很大條道理 兩個都講大條道理 就是怎樣 這個怎樣 這個怎樣 是很離身的溝通 有些人就沒什麼說 那又是各自 另一種是怎樣 各自講自己講 但是沒有交流 就是怎樣 一個講 他怎樣辛苦 另一個講 我辛苦 但是沒有回應對方 就是沒有想到對方的感受 只是講我都是辛苦的 就很想 其實兩個都想對方去關心 和感受 但是兩個都不感受 兩個都只是講他自己的東西 好了 第五就是炒鬧的婚姻 就是整天習慣吵架 用負面說的批評 或者攻擊對方 整天都是負面的 整天都是說 你什麼不好 什麼不好 口出親 都是很多不好的說話 那這種婚姻其實不少 就是很多人都習慣 譬如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有很多人罵兒子 有時候我們見到他罵兒女 都是用一些很負面的說話 那這樣的時候 其實整個家庭 都一定是有問題的 就是好少人 兩夫妻恩愛到不得了 不過兒子就罵到懵了 就是不會這樣的 如果他和丈夫的妻子的關係 非常之溫馨 他和兒女都是這樣的 這個是整個人的生命是怎樣 然後第六種就是忍獸的婚姻 很難相處 不過忍獸 如果離婚又好像很適合神的旨意 又犯罪 所以就會有這種情況 第七就是想離婚 不再上一齊 又找方法 找藉口想離婚的 這種 我們知道的情況 其實我們認識的人 有時在小組 你聽到一些人 去分享的時候 你會聽到 你會想一下他是哪一種呢 即他是很開心 還是他在忍受著痛苦著呢 其實每一個問題 其實都有辦法解決的 那個問題他完不完然 而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那個關係先 那個愛和關係先 然後先到溝通的 即不只是溝通的 是他真的想對對方好 即有時你 輔導的時候 對對方說一些愛的說話 他就好 我愛你 我體重你 我關心你 但他心沒有呢 過後方已經沒有了 即是他講到是沒有的 但如果他真的有的時候 他就算做一些小動作 他都會有這些愛的 然後另外一種呢 就是有婚外情的婚姻 即是有兩類的 一類呢 就是婚外情是很嚴重的 而是呢 是婚姻很難 嫌疑保守的 另一種呢 就是婚姻仍有機會挽回 就是他這個婚外情 都不是太差 而呢 雙方都有這個 即是 就是多些是這樣 就是那個丈夫有婚外情 那個太太都想他挽留他 而那個丈夫 看到他太太的好意 都有一些回轉 或者 始終他太太和他太的關係 都是有好的地方 那 就有機會回轉 也有些人說 神感動我 就算我太太 我丈夫有婚外情 我都是 都願意一路感動他回來 那當然按照聖經 他反姦仍是可以分開的 那但是呢 即是有些人都是會有這個感動 想留在一起 那這個呢 即是你就是 是不是神感動你了 好了 然後呢 就分別各種有問題的配偶 即是說 除了婚姻之外 就是那個配偶本人 其實呢 結婚是很重要的 是 這兩個人 是不是一個健康的人 你問一下自己 我是不是一個健康的人 我是不是一個開心的人 我是開心的人 感謝主 哈利路人 好 大家現在看下面那些 形容 看看有沒有適合你的 先 希望沒有適合你的 沒有適合就最好了 第一就是埋怨的判偶 你想回你 上次埋怨是甚麼時候呢 這個星期有沒有埋怨呢 很久就好了 這個星期有沒有埋怨呢 在心裡有沒有有一種 在心裡有一種怨氣呢 那就是 埋怨的判偶怎樣 經常都注目這些問題 經常埋怨 令到關係更加惡化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些 經常埋怨的 結婚的人 我相信大家一定看到的 這是第一種 成事埋怨 第二就是負面 甚麼都是負面 迫觀消極 甚麼都覺得很困難 說的話都是很負面 不是正面的 總是負面的 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丈夫不陪她 你經常都不陪我 你都不理我 你心裡都沒有我 沒有我都不一樣的 丈夫陪她 你現在做甚麼 鬼怕我被枕嗎 又叫我去街 你真的跟我去街 你想甚麼 你想得到甚麼 即是會 即是無論她做好 還是不做好 都是會這樣的 即是人習慣了負面 他希望求婦幫我們 負面會不會帶來好的後果 是不會的 當我們正面 經常都起落的時候 是可以帶來正面的改變的 第三是 沒有愛的配合 其實很重要 在婚姻最重要是有愛 就是怎樣呢 有些人呢 即是根本不明白甚麼叫愛 他就是我結婚 那我有個太太 那我又給她錢 那我又回家睡覺 那我就愛她 即是這樣就叫愛 有時候很有趣 有些 即是 這個男性比較多 這個 當然女性一樣 有沒有愛的 即是比較男性比較多 她對她太太外面又愛 即是她不是真的愛 她是要求她的 她想她看得怎樣 不過當她生了一個子女的時候 有時候很有趣 她很喜歡她的子女 經常想念她的子女 見到她的子女又歡喜 通常她小時候 即是有些人不懂愛 她的子女大了 都不是很懂愛 她小時候 她很喜歡她 她會想念她 即是她會對她的子女 真的有愛來 一邊建立的時候 她真是很懂得愛 但反而對配偶很難愛 因為覺得配偶很難相處 其實這個是雙方便的 男性傾向就是 少溝通 少關心 少表達自己的感受 而女性的傾向 當對方是這樣的時 要免惡惡惡 其實這些就會造成婚姻不好 但女性依然有耐性 一對她好 丈夫是會慢慢轉的 她起碼沒有那麼容易發怒 她會覺得回家是舒服的 就算我丈夫不好 她覺得太太舒服 她都會慢慢回轉 也太太可以引導她 即是她沒有愛 你要愛 變成她有愛 大家可能聽過這個電影 其實我沒有看過 不過我猜她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就是 The Beauty and the Beast 中文是什麼 美女怪獸 野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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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獸本來是一個王子 不過她沒有愛 住在寶女裏 有一個美女去到那裡 對著一隻怪獸 野獸 但這個美女對她很好 以至這個王子慢慢對她有愛 我知道這麼多 因為我不知道她愛她之後怎樣 結果我又不太知道 不過就是說愛是可以轉化的 很多人的 有時候大家都會聽到一些例子 有個男生 總是和人沒有關係 總是不懂得愛人 後來一拍拖 她又很懂得哄女生 不過有些女生一直引導她 她真的慢慢越來越多愛 但有些就不是了 追那個時候很有愛 這個是男性的特徵之一 男性追求女性有時是一個事業 為什麼呢 我要成功 我想一個成功 我找一份工 我現在要追一個女生 這個夠美 我追這個 這個哄到我 我要追這個 但她追的時候 她未必想著我要怎樣對她好 我得到我喜歡的 喜歡一個人 是她會令我很歡喜的 她未必懂得愛的 但如果這個女性懂得引導她的愛 你都讓她知道 我這樣做你覺得怎樣 我這樣關心你覺得怎樣 我都喜歡你關心我 我喜歡好的人 不要說我關心你 你都不關心我 我經常問候你 你都不問候我 我講給你一些問題 你又忘記了 這個是男性的特質 因為是忘記了的 所以呢 反而你就會引導她 我很喜歡你 你剛關心我 我很歡喜 你打給我 我很歡喜 這樣的時候 那個男性慢慢就會被提醒了 希望我們能夠 其實這個在乎 真的裡面有一種愛 好了 另一種就是 很多要求的配合 我想大家都會常常見到的 就是經常都要求達到某個程度 達到自己的要求 不切實際的要求 或者夢想 有時不切實際的要求 就是希望那個男人 其實這個世界上的寡老的房 大家有沒有去過寡老的房 有幾個寡老的房 是很整齊的 是很少的 他結婚之後 會不會變得很整齊 是很少的 真的 是有 不過是少 他的太太很整齊的時候 他有時會不好意思 不過他一會又會整亂 不過他太太又撿回 他有時都會整齊過他以前的 是很少人 當我太太希望這個丈夫結婚之後 就會好像我一樣 整齊的撿回 是不切實際的 因為這個不是男性的特質 但是你鼓勵他 當他撿回的時候 你又很欣賞他 他慢慢就喜歡撿回 這個就是你提升他了 但是你希望他變得好像你一樣 是不可能的 其實其實是一件事 他永遠還是一個男人 我都跟我太太說過 每一件事你都看見 是覺得是關係 我都很想是 不過有時我會沒有想到是 我上個禮拜講過例子 就是說 我跟他一起去看車的時候 我覺得我已經心裡有數了 我又累了 我就黑了眼 在我來說我只是看車 但是在他來說 他覺得我有沒有看重他 是一個關係來的 在我來說 我覺得跟關係沒有那麼差 就是看車不是 車不是關係 但是他就會說 我如果看重他 就會看重他看重的東西 還有給他有回應 在我來說是news 是新消息 雖然我聽過新聞 雖然我聽過我知道 但是總是覺得這些同關 是沒有那麼差勁的 這些 就是很多男性都覺得 是沒有那麼差勁的 所以我就說 可能到死去 我都會有時 都會脫漏的 不過我又要告訴我 我又會留意 那我做不到的時候 你又會介意 那他又會介意 那他又會介意 我又感謝主 哈利路亞 還有呢 要求的就是 整天都注目在自己身上 就是說 我得到什麼 我想對方怎麼對我 太多言的判案 這個不只是太多言的判案 就是人也是的 大家內宗也認識 有些人 他一直說話是無法停的 是你沒有機會 有空間進去的 那我 即是有時候 我也試過 去和一些人聊天 他講完一點 我想回應 跟著他講第二點 我又想回應 那我要記住 他講完第一點是什麼 第二點是什麼 跟著他講第三點 那我便開始 坐在那裡問 請你停一停 我現在要回應 你第一點 即是我要找個機會 去停一停 其實呢 當是這樣的時候 是會有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每個人 有這樣的耐性 他就會覺得很辛苦 他聽得很辛苦 所以我們說話 中間有些空間 停一停 讓對方有回應 不是一定要經常 經常都要說話 我曾經試過一次 有個男性 他經常都不斷說話 你一重複重複說話 他有些事情想說給他的女朋友 他重複重複說 我就問他 為什麼你重複說呢 他就告訴我 我覺得 靜了很悶的 很怕靜了 我說 其實不要緊 有時候靜了是OK的 真的 你說的時候 不是要不斷地說 有時候靜了 讓對方想一想 反省一下 都OK的 其實這個事情 我們學習 就是不用一定要不斷說話 才叫做OK 不是兩個人坐著 不斷說話才叫做不悶的 就是有時候 一起相處的時候 就是相處就可以享受的 好了 有時候 就沒有空間 不給人的機會回應 或者對人的回應 沒有興趣 就是他只是想說他的話 令到對方不想說話 這種情況比較 這種情況比較 是女性比較多一些 我以前也曾經試過 有一個牧師 他講到輔導夫妻的時候 他都講到 他說有些雀太太來到 就 哩哩哩哩哩 很多話說 那個丈夫就會坐下 他就不出聲了 因為他覺得你很多話說 他拍了很多很多 很多不好的東西 那個丈夫開始 沒有興趣 不想說了 那時候他去到輔導 就是有困難 當然那個輔導員 是應該幫助那個丈夫溝通 也都 就是會請那個太太 就給丈夫一些時間去溝通 那樣也有 就是他發現原來 凡是那些夫妻那個太太太 太過激進 什麼都很想丈夫去做 就算是很好的 想她熟靈 他不斷是要 推她熟靈 那個丈夫會退縮 有時候有些人不知道 是會有一個反效果的 所以不一定 說話多是好的 其實聽人說話 讓她說 然後去回應她 是更加好的 第六 就是不聆聽的配偶 就是 第一種就是 聽不到 那我真的試過 輔導怎樣呢 那個女朋友說 她說 她說 有一件事 我有什麼感覺 說完呢 我就請那個男生說 請你說出太太 她說那個女朋友說什麼 她是說不出來的 她說不到她說什麼 我說好 請女朋友再說一次 那男生再問她 都是說不出來的 我再第三次 我就把那個女朋友說的 要念一二三說出來 接著我問那個男生 我說 你說出她說什麼 我剛剛說完給你聽 一二三 她是說不出來的 就是說 她從小的時候 一直不習慣聽人說話 她是沒有這個聆聽的能力 是需要學習的 其實我是有很多靈聆的操練 但是呢 我都發覺 我周時會脫漏 為什麼呢 因為呢 當我們有一個心 我覺得她 需要靈性的幫助 我就慢慢想找個位 幫她靈性幫助 那你就會聽不到她的問題 那我就留意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要留意聽一下 到底她有什麼需要呢 所以聽不到對方的 是為什麼呢 還有有些人聽到不接受 沒有理由這樣的 有什麼你會這麼煩呢 那些人 你不用理她的 不用煩的 她不接受到 為什麼對方會不開心 她說 她說 她不開心 我接受她不開心 有什麼幫助 沒有幫助 做了她 沒有用的 她的心思 覺得 不需要認同她的感受 她只是用自己的想法 看每一件事情 所以 總是 別人無論說什麼 她是不會回應的 即是她說一件事情 她聽不到 於是她不會回應 她只是說回她自己一套 我相信大家都認識 有些人是這樣的 她說 她 你說什麼都好 她說了她那件事情 你再說 她又說了她那件事情 她永遠聽不到 你跟她說什麼 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看她人的問題 我們自己會不會這樣 我們自己就留意 普通人都會聽到 不過 就沒有留心聽 於是就聽不完她這麼多東西 譬如 一個例子 有人說 我今天見到一個同事 她的表情 我真的覺得她經常都不喜歡我 譬如 有一個人在說一句話 你會說幾件事 但聽的人 就會覺得 她不喜歡你 當然 你經常跟人溝通都是這樣的 你跟人溝通都是關係不好 就會有一個定見 就聽不到她說 她就說 她說什麼 聽到嗎 我的同事的表情 令到我覺得她不喜歡我 她有一個表情 有人問她 她有什麼表情 她給你什麼感覺 那你就聽到她說話 但人沒有我 聽不到 只是聽到 你跟同事有關係不好 那你怎樣跟人相處呢 就聽不到這個細節 即是我們聽人說話 是要聽細節 要捉住那些重點字 即是她說了她的表情 令到她不開心 不開心到怎樣 她上班見到她 我都很煩 你又記住這字 見到她就很煩 這是一個重點字 那你又記住這字 有什麼用呢 那麼多負面的東西 但是 你聽到 你就可以回應 回應 慢慢了解就可以幫助她 如果你聽不到 根本就不能夠回應 所以這個 聆聽的能力 是我們個個都需要學的 我感謝主 我太太真的很好 我有時見人 我發覺我聽到一部分 但總之有些地方 漏了一些 而且有時表情漏了一些 即是看漏了對方的表情 這是很重要的 譬如有個人 她說 唉 我真的不想做了 譬如這樣 她的表情 不想做 她的表情和說話一樣 另一部分 她說 我應該傳呼音 我應該傳呼音 她的說話就是 我應該傳呼音 但是呢 態度不是 或者 唉 都是要傳呼音 她的嘆聲 她的嘆聲 這些是一些身體語言 因為哪個最誠實呢 說話還是 只是身體語言 身體語言 是最誠實的 他就看到我 看完之後告訴我 我回家 我下次又留心一點 真的呢 我真的聽別人說話 神體語言 莫實 留心聽 她每一樣的字 有些人說 這樣做人很辛苦 唉 要聽得很辛苦 這個其實就是跟別人連結 跟什麼人都是的 即是能夠連結到 知道她的感受 這個也是 為什麼有些人 這麼容易有朋友呢 就是她聽到人說話 她是會 很多朋友 因為很多人 都覺得她關心她 她也都真是 裡面有關心 真是關心 有些表面做的 和裡面做的 真是從裡面做的 人家是知道的 即是真是愛人的人 人家是知道的 好了 第七就是強勢的配偶 就是她控制性 壓迫性 控制對方 想控制對方 怎樣做 反而對方會退縮的 有時候很想她 熟靈 很想她 更多跟別人說話 出來說話 有一次說 我親眼見 那兩夫妻出來說話 那個男的 女的出來 出來啦 那個男 出來會不會分享 不會分享 已經震了 她震了 她震了 她的太太在場的時候 她是說不到話的 那時候這個壓迫性的配偶 那很多女性未結婚 就不會這樣 為甚麼結婚會變成這樣 因為那個丈夫 經常都不好做 於是她開始做了家長 其實就是女性 有一個特質就是 就是不敢 這個是好的 即是正如家裡 有沒有食物呢 是太太知道多些的 丈夫是不太知道的 那些兒子有沒有病呢 太太是知道的 那些兒子 那些兒子可能不記得了 即是可能知道又不記得 哪裏爛了東西 那太太知道多些 即是她會留意到的東西 當丈夫不做 她就開始負責任 當她負責任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女性的特質 通常來說 譬如有人有幾個子女 發覺的女兒 就幫忙撿屋多些 那些兒子就少些 其實應該 兒女都要學做的 但是呢 當她這樣的時候 當丈夫不做 她就開始變成 控制成了 她要takeover 因為她不takeover 她不負責 她家裡就不行 但是有時候 她應該這樣做 但是做得來 就不要那麼強勢 她好像被她的丈夫 有一種壓迫 那樣 那樣的時候 她丈夫都會抬頭 要不然 她很強勢 好像武則天 慈禧那樣 她丈夫是永遠沒有抬頭之一 就是永遠都會覺得 不敢出聲 在她面前 是不敢出聲的 所以我們留意一下我們自己 那有很多未結婚 我不會這樣的 我是不會這樣的 但是有時候 就是 是很明顯的 是女生 和結婚的太太 是很大分別的 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的 那其實 也都可以大家保持 就要結婚都型 像女生那樣 就非常可愛 所以我太太就是這樣 她依然是 即是依然是很柔和 很溫柔 其實我們個個都可以學 這個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她是會引導我 但是她不會強勢 並且我和人聊天 她是不會 她有時候看到的事情 我猜她有時候有些事情 需要說就說 但是她就會有時候 她給我去說 因為她覺得 如果我一直說話的時候 她在校童處理 輔導中 她插嘴下去 她就好像覺得 她好像 Dominate了我 她就不想這樣做 反而我邀請她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你覺得怎麼樣 我邀請她 即她會 即她不會 即她不會用這種強勢 那這個是 我很欣賞她的地方 也都希望我們 當中的 姐妹都留意 或者無論什麼人都好 即是強勢也都好 第八 退縮的配偶 另一方面 可能因為對方強勢 有時候就不願意投入 也有些人 她經常都不投入 你看到她坐在那裡 幾個人說話 她的眼好像是 英文說 Frozen 不知道在看什麼 是沒有東西看得到 不對到焦 耳仔藥都沒有對焦 聽不到人說話 是一個退縮 是一個 跟這個外界 是好像隔絕 是去了另一個世界的人 其實這也是給我們認識一下 人可以是這樣的 當然是冷漠的配偶 是沒有感情的 內心已經失去感受 感覺的能力 其實這個事情 很多人都有的 就是 好像沒有感覺 沒有憂傷 沒有歡笑 好像感覺壓抑了 因為從小時候開始是這樣 人們都說不要笑 不要哭 於是她就不是這樣做 其實我覺得 當一個人這樣的時候 她就會失了活力 還有失了一種活潑性 我們應該大家保持 好像小孩子的心態 但不是幼稚 這個childish 和childlike 不要childish 但是childlike 好像小孩子 但是不要幼稚 那時候 我們雖然成熟 一樣會看到 小朋友 很有趣 就是我經常都會看到 一些東西很有趣 我就會留意 無論是人的 是動物的 是甚麼 我都會很留意 一些東西 我會開心 我會笑 我看到你都經常 我看到他笑 我很開心 這個就是 有回感覺 這樣的人 你跟他相處 是開心些 因為他說話有感覺 不會麻木不仁 沒有感覺 一個冷酷的人 沒有感覺的時候 其實是需要醫治的 內在醫治 為甚麼 因為他壓抑了多年 那些傷心 那些憂鬱 又感受不到 自己和別人的感覺 也都不懂得回應 或者覺得回應沒有幫助 這樣的時候 也是很難相處 還有寄怨 永遠都不放手 幾十年前的事情 都記住 這樣的時候 他的生命很難改變 固執 就是 我們有時候說 有些老人家 就會這樣 其實有時候 不用老人家 有些人 你跟我說話 發覺他講來講來講來講一句 他總不會調教他 他覺得他是真理 每個人都好像偏差些 其實有很多 這些不是真理的問題 是人的生命 有很多是 不是黑和白的 有很多是 又不一定是灰色地帶 總之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可以很廣闊的 神做人也都很廣闊 神很特別的 我們每個人都不同 這裡沒有一個人相同 各人的看法不同 但是各人都有他的特質 而神是所有特質的總和 都全部正面的 神就將各樣的特質給我們 我們能夠接受 咦 這樣的看法都可以 可以接受人的意見 好了 這裡說一些 婚姻和人際關係上的 一些謊話 其實我們人生有很多的謊話 一個謊話給大家 大聲說 夠惡就屈服對方 夠惡那個人比較厲害 真的很少人相信這句話 是很相信的 有時候見到過關的人都是 一發怒 然後那個人碰到他 不斷罵罵罵罵 一直跟著他罵罵罵 罵很久都 在巴士上會罵到 那個人要下車的 因為他覺得大聲 我就厲害一點 總是一定要屈服對方 永遠都沒有想 對方有什麼感覺 有時候會這樣 有些人說 我都未來那麼差 但是不知為什麼 和夫妻也會有 總是很容易 會覺得大聲一點 是好一點的 或者覺得 有時候就是猛 很猛 但是其實 越猛 是越相反的效果 越猛 所以廣東話 阿斌叫狗 越叫越走 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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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越是愕 對方越是不好的反應 你越跟他說不好的說話 他越是不好 你越欣賞 越好 第二 有問題就需要 指責或者吵架 指責和吵架 是正常的反應 其實不一定的 或者不開心 對方做得不好 是難以忍受 亦都是對方特意做的 很難以忍受 好像那些東西 那一刻那些垃圾 堆落他的腳頭那裡 難以忍受 怎麼可能那些人是這樣 怎麼可能人是這樣 其實就是難於施受 人是罪人 而且人總有他的缺點 人人都有 有一句說話 猪不猪 猪背脊 就是猪呢 是不知道他猪背脊 每個人都有他的缺點 我們接受 我們看的人 就看到他的缺點 但是看不到自己 我們求主幫我們 接受人 總是有不同的 那 有些人就覺得 他覺得 以為有理性的人 應該個個都和我想起的方式 為什麼那些人想起 和我不同呢 當然他有問題 就是覺得 世界上的人 如果是正常 都應該好像我那樣 或者 隨意把配案問題宣揚 是一個好的處理方法 其實這個是 也都造成很多 丈夫 是很反感 那其實呢 丈夫和妻子 有兩種不同的方式 這個當然 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做 不過有些人 很容易把她的丈夫 都不會說出來 那丈夫很肯定 太太那些家人 都知道她的不好的事 但是也都 丈夫也都會 同樣有這種傾向 雖然 通常來說 不是一定絕對的 就是有些女性 是比較容易些 去說 就是她有空 因為她關心人的事 所以很容易會說 人的事 但是這樣的時候 令到她丈夫 是不想跟她溝通的 或者扁下她 她就會更厲害 你怎麼沒用 你這麼蠢 你真的 以為這樣會提升 其實是不會提升的 我們再說 一些不好的反應 現在我們輔導的時候 也有用 逃避 譬如說 兒子不肯讀書 這是你的責任 就是逃避責任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空聽你的 這些全部都是想逃避的責任 這些其實是很重要的 溝通的時候 待會我們在 輔導的時候示範的時候 都可以留意一下這些 第二 答非所問 你什麼時候可以來到 我要見朋友 其實她的意思就是 我要見朋友 所以我不知道什麼時候來見你 或者我見朋友 可以見很久 所以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或者我見朋友 很快 不過我都不肯定的時間 或者我見業朋友 我會來的 總是沒有答 那這個事情 我都發覺我有這個模型 有時候我看人問我 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說我一會兒要見人 我說我想知道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知道你一會兒要見人 我的意思是 我見人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那我就告訴她 我估計可能是幾點鐘 不過有可能有偏差 那就回答她了 即可能六點鐘 不過可能有早有遲 可以 我馬上打給她 我告訴你 我便告訴她 你想去外面吃飯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你吃不吃 即是 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你吃不吃 即是你是不是不吃 即是你 你是要做不吃 因為是 最重要是 那些事情要做完吃 或者吃完去做 是沒有回答到的 但是 很多人就覺得回答了 因為為何我心裡有一個想法 所以我很多事情要做 那你便即是免受不吃 但我未能知道 我很多事情要做 是否你做完吃 因為吃完才做 萬一都不知道 不回應感受 我為兒子煩惱很煩惱 煩惱也沒用的 你經常都是煩惱的 煩惱有甚麼用呢 這些是不回應他的感受 第三 用理論或教導回應 同時令我不開心 你就不要理他 醫生說我有大病 你要吃藥 我已經告訴你 經常要照顧身體 經常不照顧病 即是用教導來回應 第四 轉人物 我今天很不開心 我也是 我今天被老闆罵 我也是被老闆罵 即是那個人被老闆罵完 很不開心 他想你聽聽他說 安慰他 誰不知你就是說你 我都很不開心 然後就這樣說 我老闆怎麼壞 他去了另一個人的身上 他很想你聆聽一下他 第六個轉換題 我今天很不開心 我出去吃飯 他的意思其實就是這樣的 所以吃飯吃飯 沒有不開心 但就沒有說出來 就沒有去回應他 他今天他不開心 第七一放棄 可以聊天 聊天也沒用的 當然了 放棄了 攻擊性的回應 我今天很累 你天天都很累的 我見到你就煩了 攻擊性 其實這些都是 有時候我們不懂得 即是說出它是哪一類的問題 當你知道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這是人會溝通的方式 再看一次 快快看一次 第一就是逃避 答非所問 不回應他感受 用理論或者是教導 一起讀一下 第五就是主人問 第六就是主話題 第七就是放棄 第八就是攻擊性的回應 好了 夫妻間好的回應 這裡看到他的表情 和身體的動作 都是一些好的回應 第一就是欣賞對方 我送他一個禮物 一起讀下面那裡 謝謝你 你常常都對我 這個就是回應他 欣賞他 你經常都對我這麼好 我已經做完我的工作了 你真的很厲害 這個我經常都讚我太太 他做了一天 我就說你很厲害 有些人說 會不會中壞了 其實不會 他覺得被看重 他會更加做好些 第二就是回應對方的感受 我今天很煩 下面一起到 我知道你很辛苦 請你告訴我 什麼事令你煩 你回應他 你知道他不開心了 那你也了解一下 我知道你很辛苦 做得很辛苦 第三 回應對方的需求 我今天很累 一起讀一下 辛苦你的 我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助你的 這個他需要 他需要的地方 你回應他 有什麼幫助你的手 用愛來回應對方 我今天有同事說話 令我很不開心 一起讀一下 我永遠愛你 我支持你 我有感受你不開心 是不是很舒服 我永遠都愛你 支持你 跟你一起的 但很多人是不懂得這樣 好 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一起 教主 首先幫我們反省一下 我們一起默土 我們看了很多 我們說 我聽了有人說 像層裝飾 這些 很多時候都見過 正面那些很少 很少人說 我經常都很支持你 我經常都很愛你 我疼你 你真聰明 你真好 很少人這樣說話 這個世界 好像 人在這方面 好像比較孤寒一些 我們祈禱 祈禱 耶穌啟示我們 我們跟人溝通的方式 我們對人的開心 是怎樣呢 主耶穌求你 私人多謝主 因為你是愛我們的 你經常在聖心裡有很多愛的說話 但是我們自己很多時候不懂得去愛人 不懂得跟人建立深的關係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感受人的感受 感受人的需要 感受人的痛苦 就去愛他們 我們很多時候沒有感受 或者覺得那些人很煩 很為他們而言 很激氣 以至我們都失去了美好見證 求主幫助我們 幫我們 跟我們最親密的人關係更加好 跟我們的夫妻 跟我們的朋友 或者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祖緣 我們的弟姊妹 都能夠彼此傷害 真是切實的傷害 用愛心有行動的 多謝主耶穌 因為你是不是愛我們的神 給我們好的榜樣 求你幫我們能夠活出這些好的榜樣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鼓勵大家 留意一下自己 找人溝溝的方式 怎樣可以改善 和人的關係 阿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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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